6名友人共乘休旅车到KTV夜场 不料在回家的途中 汽车在吉隆坡新街场大道失控自撞 年仅16岁的少女乘客被抛出车外 横施路中央 其余的5人受伤 到底车祸是如何发生 目前传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待警方调查 离情真相 这起夺命车祸是在今天清晨5点左右 发生在吉隆坡新街场往龙府大道路段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载有6人的照货休旅车 原本在右边快速车道行驶 不料 司机为了闪避流浪狗 失控撞上大道旁的围栏 车上5人被抛出车外 其中1人头部重窗 当场丧命 横施马路中央 另有一人被夹在车内动弹不得 但也有说法指出 赵霍司机是为了闪避一辆轿车 才会失控自撞 死者证实为16岁中学生陈欣奇 来自吉隆坡甲洞 死伤者的年龄介于16到25岁 他们都是朋友关系 目前 所有伤者都在国大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也已经为赵霍司机进行尿液检验 以调查他是否涉及酒后驾驶 当局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之一条文调查此案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马兴社人口态》 《石器中文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